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進行在 養育間的探索 那我們初次進來養育間 就會直接被一些養雞人給盤問 選擇讓養雞妹回答 可以獲得一些養雞妹的好感 養雞人也會指引我們去到他的治療室 看看我們還有沒有救 那我們往前走一點點 可以在左邊的牢房裡面 看到一個死掉的愛莉卡 大家如果還記得他的話 我們之前曾經在 握金休眠定看到過這個女孩 曾經我們有邀請他入隊 不過他選擇要獨自冒險 那我們隔牆對他用死者交談會得知 他本還是想一個人經過修道院 去往博德之門 但是在路上他突然想起了一首 關於洛杉達之血的歌 於是他來到養育間 計畫投取洛杉達之血重新開始 但卻不幸在此陣亡 那我們打開前面的大門往右轉 這邊就可以看到在洋芋間的一個傳送點 那在我們開始洋芋間的探索以前 你想要的話可以先去 這扇門旁邊的軍需關這裡 找他購買一些道具 這邊其實就是從修道院過來的另一條路 這個軍需關有賣一些非常強大的道具 像是能夠固定敏捷的手套 還有效果很不錯的一個匕首 那大家就看自己有什麼需要再斟酌去購買 或者最後如果你想殺他拿這些道具也可以 那我們回到傳送點 這次往前走一點點 在進來的大門的對面 有一個養雞人的訓練室 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 訓練官跟青年瓦爾 正在進行特訓 這個青年瓦爾 有不太同意 其他養雞人的殺入天性 我們可以通過說服檢定 嘗試讓教官放過這個男孩 或者你跟他戰鬥用非殖民攻擊 可能也可以 我們如果去找養雞妹對話 會得知 原來養育劍的訓練室 平常就是這麼殘酷的 養雞妹自己就曾經幹掉過 自己的四個同學 我們可以再接著找到 剛剛的青年瓦爾對話 通過偵測思想 我們得知 這個人崇拜的是 厄爾福斯王子 厄爾福斯的這個名字 我們曾經在奧法高塔 撿到的一個文獻裡面有找到過 我們發現 瓦爾持有 厄爾福斯的第二本傳記 那你可以把第一本傳記 交給他換取他的第二本 或者你直接想辦法 把他幹過來也行 我們可以通過詢問養雞妹 來了解 這本傳記裡面真正描寫的 關於厄爾福斯的故事 裡面一樣是說 叛徒 維拉基斯就是現任的養雞女王 把這個王子給背叛了 那養雞妹當然是嗤之以鼻 覺得這些文獻都是對他信仰的一個 的侮辱 那這個維拉基斯 我們從教室出來右轉 走到底就可以看到他的一幅肖像畫 如果你想要也可以在他的畫像上面 塗鴉 畫像仰側的門內都會有不同的任務 我們先往右邊的這扇門走 走進來之後會看到 洋獄間的孵化所 這邊就是養雞人的蛋 的所在處 那在前一部影片裡面 我們有從艾斯特女士這邊 接取一個偷蛋的任務 我們在跟旁邊的養雞人的聊天中 得知了 洋獄間只剩下一顆蛋 想要解更多 我們可以去找他們的洋獄官聊聊 下面地表基本上全都是強酸 我們得想辦法跳到岩石上面 才可以找到他們的洋獄官對話 那如果你告訴他你是要來偷蛋 或者買蛋的會直接進入戰鬥 如果能夠說服他把蛋 交給你來照顧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 能夠抵抗腐蝕的靴子 然後在這邊你也不要告訴他 你很擅長煎蛋卷 我不愛以為這麼說是可以照顧小孩子 沒想到這麼說完 他就會直接跟我開打 好呢我們鞋子換一下下去撿蛋 那我自己在撿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bug 就是我的主角下去 沒有撿取這個蛋的選項 那如果你也跟我有一樣問題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 換一隻別的角色過來 他可能就會出現 可以把蛋撿起來的選項了 那其他這個復蛋場 就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撿的東西了 頂多如果你想換一換衣服 可以在他的衣櫃逛一下 接著我們來到畫策另一頭的房間 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旁邊有兩個小孩子 這兩個小孩子在玩這個心理箱 心理箱裡面 關著一個小法妖 你可以把他們砍了 不是你可以把這個心理箱給砍出來 砍出來之後會自動有一個小法妖 進入敵對狀態 打死可以獲得一點點的經驗值 繼續往內走 會來到養雞人的衣物室 這邊有一個醫療關 跟他對話 告訴他 我們腦內有一個多心魔之後 他會讓我們可以使用 養雞人的進化器 點擊旁邊這台進化器 我們可以選擇自己上去 或者養雞妹上去 那這邊一般情況會比較建議你自己上去 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我們讓 愛愛則爾養雞妹上去的話 可能是養雞妹對這個機器有比較盲目的信仰 我們要通過對話檢定 說服幫助到 他的話 每一次要通過的檢定都需要30點 非常困難 這不是只有一次的30點檢定哦 好像是總共3次吧 如果你有一次沒有通過的話 養雞妹就會拿到一個永久的 dbuff 效果是他的體質會永久 減少兩點 相反呢 我們自己做上這台機器 每一次要通過的檢定難度 大概都是十來點難度沒有那麼高 如果能夠成功通過3次的檢定 就可以獲得一個永久的buff效果 讓我們在使用 零吸怪的技能的時候 就是給腦袋鑽動的那些技能 只需要用 附贈動作就可以使用了 而在我們操作這台機器的 最後他會爆炸 因為我們腦袋裡面的 多心魔實在是太強了 在此期間 我們也會一直聽到夢境心魔 在對我們說話 有可能他是在保護我們 也有可能他對這個多心魔有 別的理解 那我們把這個機器炸毀之後 旁邊的一咬關自然是很不開心 如果能裝出我們失一個的話 可以避免在這邊直接進行一場 戰鬥 當然你想把他們都圖了也可以 我們接著找養雞妹對話 他也得知了我們剛剛感受到的痛苦 他斷言一定是雅魚間出了一個叛徒 所以要我們去找他們的指揮官進行回報 在旁邊也會有很多多心魔寄生蟲的標本 夢境的聲音希望我們把它拿走 那你直接當著義務官的面拿 他也不會怎樣就你否認指控就可以了 那至此我們第一章的一大主線 尋找治療方法 裡面的所有方法都已經驗證不管用了 那接著我們還是先完成 在集思邀奇這邊的任務 把楊姬妹帶去見他們的指揮官 我們回到傳送點這一次往右上角走 這邊的木門進去 就是指揮官所在的房間 進來之後會直接出發一段劇情對話 在這一段劇情對話中我們得知了 這個指揮官他目前的第一要務 就是尋找我們手上的這個義務 雖然百夫長非常想要直接帶他的人馬 進攻到月初之塔把那些異教徒都幹掉 但是指揮官並不允許 對話結束之後我們接著找 在隊長辦公室裡面的百夫長 那跟這個百夫長對話 首先我告訴他 楊玉姬裡面有叛徒 但是他很明顯不相信 還認為我們是一個不實指控 他關心的只是我們有沒有拿到義務 那夢境的聲音 希望我們不要把義務交出去 但我很好奇交出去可以怎麼樣 所以我就把義務交給了他 不過這個義務會自己回到我們身上 於是他決定帶著我們 去進見剛剛離去的審判帳 那我們走出隊長室 這邊應該會有觸發一個自動儲存 等一下 就是 正常來說 你所有的 養雞人很有可能都會跟你敵對 所以在我們任務推進到 找審判長以前 大家可以先確認看看 有沒有什麼自己還沒有做的任務 或者想要購買的道具 準備好之後我們打開前面這扇大門 就可以進到審判官的房間 進來之後 我們找剛剛遇見的審判長對話 他希望我們能夠把義務交出來 那這邊我自己的選擇 是把義務給直接交了出去 還可以加一些陽雞妹的好感 交出遺物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陽雞人的現任女王 現任神職 維拉基斯 被召喚至了我們面前 陽雞女王一見到陽雞妹 就是對陽雞妹一陣誇 說他做的很好 把義務帶到了他的面前 不過 這樣 還不夠 因為我們帶給他的義務 星界靈靜 他已經被污染了 裡面有著一個他的敵人 就是平常一直跟我們對話的 那個夢境的聲音 維拉基斯稱我們夢境裡面的 那個人 是偉大藍圖 就是多心魔 復辟計畫的一個密探 於是他希望我們能夠幫他 消滅這個星界靈靜裡面 他的敵人 那這邊我自己有試過 假如說你一直去質疑這個 養雞女王的話 像是你問他 身為神明 幹嘛不自己去辦事 還要委託我們 你就會直接game over 可惡你倒是量協調啊 好跟養雞女王對話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去這個 星界靈靜裡面了 那關於星界靈靜 還有我們腦袋裡面 這個夢境人的情報 可能大家要等到第三章 才會有更多的了解 那首次進來 我們就簡單探索一下 地上會有很多養雞人的屍體 後面也會有一個寶箱 不過都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道具啦 搜刮完之後 來到洞穴入口跟他互動一下 就會聽到我們夢境人的聲音 他希望我們可以單獨交流 畢竟我們忽視了他的所有警告 還到了吉斯邀奇的洋芋間 還進到了星界靈靜裡面 我們質問這個夢境訪客 他是不是 多心魔 偉大藍圖裡面的一人 他反駁這是維拉基斯 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 而編造出的一個謊言 他從身後掏出了他的一柄劍 希望能夠博得我們的信任 那我自己在前幾次遊玩的時候 都是完全信任他 主要是被自己的角色捏的外表給迷惑了 那這一次我想試試看 如果我殺了他會怎麼樣 所以我選擇第三個選項把他殺掉 那在我把他殺掉之後 他短暫的消失 我以為他真的死了 但是他馬上就原地復生 而且說我不值得信任 我的感覺是反過來了 就是他給我一把劍讓我殺掉他 那我真的殺了他 但他不會死 好吧不管誰騙誰 總之這個夢境訪客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依賴他 才不會被毒星魔控制 他也需要依賴我們 所以不得不 我們還是得繼續合作 而在外面的維拉基斯 也早已經準備好 當我們一離開星空引進 就要幫我們給殺掉 跟夢境訪客交談完之後 回來楊姬妹頭上會多一個驚嘆號 那我告訴楊姬妹 雖然我嘗試殺掉那個夢境訪客 但是他是一個不死之生 我們殺不掉 楊姬妹長了一點好感之後 我們就回到物質外面 原本在的那個楊玉間 出來之後會發現 剛剛那個女王 把我們冠上了叛徒的名稱 現在楊玉間的所有 楊姬人都是我們的敵人了 那後面要離開楊玉間 我們可以把 在楊玉間裡面的楊姬人 全部都殺掉 那這邊的戰鬥 就交給大家自己解決了 戰鬥結束之後 楊姬妹陷入了自我懷疑 自己明明一直緊緊信仰追隨著的女王 為什麼會把自己打入背叛者呢 難道是在測試他嗎 他需要時間 好好靜下來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好那簡單概括一下 這邊可以蒐集到的一些道具 追戰場地上面的箱子 會有一個奇異通道的戒指 一個叫做吉瑞薩斯的 楊姬人身上會有奧術協同王冠 神判長的身上會有 異能復仇釋懷 入口左側 精美的箱子裡面 可以拿到天崩手套 然後在箱子旁邊啊 會有一些舒醒 其中我覺得 可能最重要的是知道 沃斯反叛了 沃斯就是我們在第一章 遇到那個 騎著轟轟的一個百夫掌 其他可蒐集道具 在決戰場地的右側這邊 會有很多的箱子 其中外面會擺著一個 叫做剝皮者的武器 在展示櫃裡面 則可以拿到元素強化項鍊 最後追戰場地的另一側 這邊同樣有不少的箱子 那能夠拿到道具 也是在展示櫃裡面 這邊可以拿到一個白鹿之靴 不過除此以外 在這邊還有一個秘密 我們看到下面的石板上寫著 若山達之血 向日出送上祝福 這代表這個雕像要朝向東邊 另一個雕像則是向弱智深情告別 代表他要朝向西邊 不過我們轉不動他 因為他卡住了 這時候你可以用油脂樹 給他上一點油 或者你丟一瓶油過去都可以 上完油之後 我們將雕像往西轉 一個隱藏的石門 就這麼顯露出來了 我們走進裡面的密室 開始尋找若山達之血的這個支線 那進來之後會有一系列的 小解謎活動 首先第一個解謎非常簡單 就是把旁邊的能養員給打破 就可以解開第一個房間的謎題了 第二個房間進來之後 你可以拆除陷阱啊 避免被打飛 可能不拆也沒關係吧 就是第二個房間的 探索要繞到後面的10梯 讓回群人過去之後 我們就到第三個房間了 這邊的能養員也可以打掉 方便我們回去第二間房間 再來一樣就是這個陷阱 最好還是拆一下 不然被打飛或開會的之魔師 也比較麻煩 那第三個房間 這邊的探索要從右側下去 這邊我們會看到一個能養員 同樣的打破這個能養員 就可以開啟我們通往 最後一間房間的道路了 進來之後 我們會看到幾個蠻壯觀的建築 LT上去之後正中心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把叫做 若山達之血的傳奇武器 我們面前這把武器 擁有非常強的光額力量 在我們進到第二章 要面對很多幽影怪的時候 可能會有很不錯的發揮 但是你不能夠 現在直接把它拿走 在這一把武器的下面 會有一個插槽 點擊它把我們之前 蒐集到的灰激給插進來 才可以避免我們在 拿走這把武器之後 導致的一些災難 直接呢 就是你必須要在五回合內 打倒附近的一些敵人啊 能插入這個灰激再拿 肯定是最好的 好啦那拿完若山達之血之後 我們在 養育間的所有任務 也就都完成了 不過養育間還沒有屠殺完 還有一些道具 我們沒有拿到 那這邊簡單帶大家跑一下 養育間有什麼道具 首先如果我們從 剛剛審判官的房間出來 會遇到剛剛帶我們進去的百夫長 他身上的碎魂者巨劍 算是養肌人用 非常好用的一把武器 傳送點旁邊 則可以打那個賣我們武器的軍需關 軍需關身上 除了他原先賣的武器 如果你沒買的話 還多一個烙印護符 再來是門口守衛 這邊有一個叫做法拉格的家夥 他身上有一個 奧術協同戒指 在醫療室這邊 衣冠身上會有一個 異怪獵人護符 然後還有一個 雅姆哈克 他身上會有一個元素助能戒指 養肌場屠殺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可以到最初進來的 特里爾塔敲壁 我們可以找到一開始 尾派我們偷蛋任務的 埃斯特女士 並且把蛋交給他 那其實這邊會更建議你 交小熊蛋 但如果你交的是養肌人的蛋的話 可以再把這個蛋給偷回來 如果你不把他偷回來的話 很多光耀會的成員在後面 可能會被 蛋裡孵化的小孩 給殺掉 那第一章的任務我們就 基本上全部完成了 我們原先想要尋找到自己的治療方法 但發現 不管找誰其實都沒有用 那現在我們準備前往第二章 前去月珠之塔 看看月珠之塔會不會有解決 腦內躲心魔的方案 那要前往月珠之塔路上 你會遇到 一些死靈小兵 這邊建議可以優先打倒 他們的死亡牧者 不然的話 小怪都會被他給重新拉起來 擊倒他們之後 我們就準備去到第二章的月珠之塔 那在進到月珠之塔以前 不管你是從 地上或者弟弟走過去 應該都會遇到這一個魔法師 伊爾 明斯特 不過在這邊呢 並不是他的真身 而是一個構裝神物 他的一個虛幻分身 他來到這邊的目的是為了找蓋爾 他有一個任務要交付給蓋爾 這個任務本身不是伊爾明斯特指派的 而是 蓋爾的女神 密斯特啊 交辦給他的任務 伊爾明斯特告訴我們 至上真神的危險 已經超出我們的預想 他會威脅到所有生者的安危 蓋爾停電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炸彈 密斯特啊 希望蓋爾能夠引爆這個炸彈 跟至上真神同歸於盡 伊爾明斯特過來幫蓋爾 解除了他體內炸彈的限制 讓蓋爾現在能夠隨時引爆 他體內的毀滅炸彈 不過難道密斯特啊 或者伊爾明斯特沒有辦法 解決至上真神的問題嗎 蓋爾告訴我們 這些神明不會輕易干涉 凡間的失誤 我們只能告訴蓋爾 我們會想辦法找到別的 讓他可以不用引爆 也可以消滅至上真神的方式 好啦那第一章的所有主線還有支線 大概就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了 影片之作不易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 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